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是1911年的1月30日到1912年的2月17日 那么在这一年就是一百年前这个辛亥年里边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辛亥革命的爆发 再一个是清朝皇帝的训位 我们今天使用功力 那么使用功力我们感觉是两年的事 去年的是辛亥革命 那么就是1911年是辛亥革命 1912年是清帝训位 但是在使用农历的时代里 这是一年当中的事 大家知道去年国家大张旗鼓地纪念了辛亥革命的一百年 但是对清朝皇帝训位呢 就没有什么表示了 其实啊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感觉更有助于理解一百年前中国的这场大面歌 那么我感觉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也是很有意义的 辛亥革命呢 我觉得值得纪念 但是呢 清朝皇帝的训位啊 更值得研究 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大王朝啊 而且呢 一百年前的清朝跟明朝末年还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他并没有说鸡民变异啊 老百姓吃不上饭 相反呢 国家现代化建设展开之后呢 国家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啊 并不存在老百姓吃不上饭这个问题 鸡民变野这种危机 也没有面对外敌的大规模武装入侵 那么一场规模不大的突发的军队滑变 换个角度说叫武昌起义 那么居然就撼动了一个王朝 这个事情不值得深思吗 那么原因是什么 有哪些教训和启示呢 那么今年恰逢是清朝皇帝 逊位一百年 是个大日子 整日子 在这个时间段里啊 我们回顾这个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那么讲 哎呦 这么办吧 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讲一讲危机之前的晚清王朝 危机之前的晚清王朝 这第一个问题 那么咱们首先啊 应该有一个认识 清朝 它是1644年到1911年之间的 中国的正统的大王朝 什么是正统呢 就是唯一合法的大王朝 那么延续267年 江域广袤 国力强盛 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 将国力之盛 堪与汉唐相比 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 这么多王朝排下来 要说国力之强 那肯定是汉朝 唐朝和清朝 当然清朝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总向的跟我们中国历史上 其他王朝比 比谁都不逊色 当然了 他要是打开国门跟西方比 我们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落伍了 那么这个王朝啊 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功 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功 什么成功呢 第一是拓展了中国的疆域 中国的疆域啊 清朝的时候啊 最大 那么能够从明朝的八九百万平方公里 拓展到乾隆盛世时候的一千四 那么提高了中国人口预警的红线 大家知道啊 中国现在是人口大国 那么我们这个人口的基数是清朝给留下来的 那么在以前就是清朝统治中国之前 我们中国人口预警的红线一般是一个亿 超过一个亿 天下就大乱 社会就大乱 那么清朝提高的将近四个亿 这个成就是了不得啊 那么他解决了很多民族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 由清王朝给殿后给收尾 对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不乏幸运的一面 开拓了那么多的疆土 留下了这么多的人口 大家说留这么多人 这不成天闹心吗 你们人多 人多呀 你要是吃饭 当然人多 他成问题 但你打群架 你肯定人越多越好啊 我们中国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围剿 我们之所以能够挺到今天 我们靠什么呀 不就靠人多吗 所以我们国歌里有一句话 叫把我们的血肉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你没人拿什么做 所以他们言说 清朝这么整复这么多人来 我说那是上天对中国的恩典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面临世界列强围剿的时候 在我们投入世界洪流的时候 你看我们没有尖穿利炮 但是我们有四万万人民 所以人也是中和国力 另外清朝 它是少说民族入主中原的 它利用本民族的优势 它化解了中国很多民族问题 比如说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在明朝的时候 给国家造成多大的压力 但是到清朝就解决了嘛 那么新疆西藏的问题 它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史无前例的强化了国家对边疆的控制 那么经济上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 那经济文化的成功 那达到什么程度 我看嘉庆年间清朝一个学者 洪亮基他研究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康熙的时候 说一人实力于外 养食人有余啊 您听一听一个人出去打工 他的收入可以养十个人 还有鱼 他社会为什么这么和谐 为什么这么和谐 他这个经济搞得好 那么清朝啊 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功 取得过辉煌的成功 那么这个盛世的成就 在很多成很大程度上 都是后代难以超越 都是难以超越 你像乾隆皇帝 一生五次全年全国免税啊 为什么全国全年免税呢 去年财政收入 他今年花不了 花不了的话 他就不向老百姓收了 花去年 那么所以后来啊 我记得周莱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对皇帝还是割顺的 那可不割顺 你把他全年税都免掉了 他当然他喊皇帝晚税啊 但是 但是 大家学中国历史发现一个问题了吧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学中国历史啊 你需要被我们历史上的王朝顺去 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历史上哪一个专制王朝 他都不可能挖古千秋的统治下去 他都要经过兴起鼎盛衰落灭亡这一个过程 当然谁都希望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延续 他不可能短着十几年几十年 长着百八十年 像清朝整二百多年 那就罕见了 就是说王朝的更替轮回 是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现象 清朝也免不了 到乾隆晚年达到鼎盛了 达到鼎盛是什么好事吗 我感觉最好的时候 还是往鼎盛那发展的这个时间段 真达到顶点 那就走下河路了 就像我们期盼星期天 其实最好的还是星期五晚上 你真盼到星期天回来 你明天就上班了 我有时感觉在星期天都不如星期一 因为星期天有时明天上班了 星期一有什么了 就上班就上班 我上班了 怎么了 所以达到顶点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这是世界罕见一个现象 就是王朝更替 为什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呢 当然他自己希望能够千秋万代 那想的没 但他肯定不能千秋万代 他只要是专制的王朝 他就不能千秋万代 我想原因有两个 一个呀 就是皇位世袭造成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 皇位世袭造成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 您想开国帝王都是竞争上岗 竞争的胜利者登上权力的巅峰 竞争的失败者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开国帝王他都是雄柴大略 他没有窩囊废 窩囊废都被淘汰了 并且开国帝王的雄柴大略 他能够影响到下一代 能影响到第三代 但是这种影响力肯定是递减的 是吧 他肯定递减的 后代的这些皇子们长在深宫 有太监宫女给抚养成人 哎呦 他们别说了解民生利弊 别说了解社会情况 他连人格都不健全 你看谁给他带起来的 太监宫女 那么君临天下 他不成昏君吗 所以历代帝王拿这个办法 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 你只要实行皇位世袭 就肯定一代不如一代 帝王也没办法 怎么办 他不能改变皇位世袭 他只能说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比如是什么样措施呢 加大教育的力度 皇子的教育带有残酷的色彩 他教育也不是万能的 这个人天生就这么快料 你能给他教育出什么 把他教育成什么样的人 再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帝王要生很多儿子 从而保证忧中选忧 他儿子多不把人气死 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王朝统治时间一长 儿子都生不出来 儿子都生不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要纪正 中国人多少年的一个误解 所以以为帝王娶那么多妻子 是为了满足自己 穷舍极欲的私生活 其实不是 那是为了国家 你想你要生很多儿子 你就娶一个老伴 那可能吗 所以帝王说为了国家 认识都是在不断深入的 我过去年轻时候 我觉得帝王好 我说能吃那么多好吃的 后来我觉得 其实还是娶媳妇多 最近我才明白 其实人家是为了国家 帝王好在哪 我感觉帝王就是感觉好 就是感觉好而已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古代皇位世袭 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 再一个中国古代实行专制制度 大家别忘了 实行专制制度 在一个王朝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 社会问题小 历史包袱轻 统治者跟人民的对立不深 而且经过大乱之后 你看中国的王朝 一般都是经过大乱建立的 经过大乱之后 人们也容易满足 但是统治时间一长 上百年的积累 就像这个电脑 你用时间长了 这肯定病毒越来越多 问题越来越多 运转速度越来越慢 就是说矛盾的积累 问题成山 积重难返 时间一长 这问题越来越多 而中国这个专制制度 它在化解矛盾的问题上 不行 它很多矛盾 它解决不了 那矛盾肯定是越积累越多 统治者最后就坐到火山口上了 而且您想 统治时间一长 和平时间一长 肯定人越来越多 是吧 国土面积就那么大 人多地少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 各种因素一叠加 所以中国历史上 这个王朝 都是盛率轮回 盛率轮回 这么讲 像清朝这样 能统治267年 像明朝那样 能统治276年 那都是罕见的 一般统治百八十年 就了不起了 五代那时候 50年化了多少王朝 化了十多个 南方北方家一块 所以中国历史上 就不断地更迭这个王朝 清朝应该是在乾隆往年 有胜转帅 有胜转帅 然后嘉庆道光这两朝 就希望扭转 这种衰落的颓势 但是他扭转不了 不可能扭转了 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必然的规律 那么他能做的 就是尽量把衰落的周期 延长而已 其实在这一点上 嘉庆道光就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您看出色在哪 就是在清朝 从乾隆晚年以来 国家注定走向衰落的情况下 他们把王朝的生命周期 最后延长一百多年 那也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时候矛盾就已经很多了 什么矛盾 比如说励志腐败 比如说土地集中 比如说经济危机 比如说人口爆炸 这些问题 皇帝能解决吗 他很多是体制内矛盾 你比如说励志腐败 皇帝能解决吗 皇帝恨贪官污吏 恐怕也不比老百姓恨得轻 皇帝也恨这些贪官污吏 他动摇了他统治基础 但是他拿贪官污吏 他有什么办法 他有什么办法 这是体制造成 你别忘了 我们中国是什么社会 我们中国是人质社会 你说你当官 你想当好官 我说清朝 你想当好官 前提是取得上司的好感 你取得上司的好感 怎么能取得上司的好感呢 第一你得把工作干好吧 第二还有第三 你别忘了 中国是人情社会 你想取得上司的好感 你想离开前恐怕就难了 你比如说过年 你到长官家去拜年 人家长官清廉 不要钱 你能空手去吗 就算你空手去了 人长官的孙子 反过来给你拜年 你不掏红包 那掏红包问题就出来 你从哪儿掏 你从哪儿掏 那不得受挂民子民高 拿自己工资去掏红包 所以中国是人质社会 中国是人情社会 离了钱玩不赚 他这体制问题 你说皇帝有什么办法 皇帝也没有办法 皇帝把这个体制改了 你别忘了 皇帝受这个体制的害 但皇帝他还受这个体制的利呢 所以皇帝也没法 土地集中问题 就是土地都跑到少数人手里去了 多数人没有地 土地集中 拿现代话说 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 最后都跑到少数人手里了 经济危机就是钱不够花 人口暴涨就更没责了 中国的嘉庆道光的时候 中国已经突破三亿 那奔四亿去了 这个问题 皇帝也没有办法 各种问题的叠加 最后的结果 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大家知道 这太平天国起义啊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那么清朝的各种矛盾的叠加 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就可能 让清王朝的统治终结 基本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清朝创造了中国王朝 胜算史上的一个奇迹 什么奇迹呢 就是在这个王朝衰落的命运 已经铸成的情况下 他硬是打赢了开国以来 最大的一场征伐 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下去 镇压下去了 而且呢 他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之后 清朝就枯木逢蠢了 清朝怎么能镇压太平天国 那是另一个问题 红秀权的责任也很大 因为他腐败 他堕落 他争宣夺利 内部之间互相缠杀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清朝阵营里面 站出了曾国藩 最终把太平天国 给镇压下去了 镇压下去之后 清朝就枯木风唇了 我感觉清朝 其实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可能跳出 这个王朝周期律的 一个王朝 那么这个时候他取得了成功 取得了什么成功 他镇压了太平天国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他就收获了 镇压太平天国 所带来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哎呀 这在历史上都不知道 谁成全了谁 我要说洪秀全 帮了大清朝 您信呢 其实太平天国 起义真给清朝 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 你才发现 中国不人多吗 连绵十余年的战争 横扫大半个中国 中国损失了 四千多万人口 人多的问题 缓解了 你说谁帮了谁 刚才我不是说 土地集中 土地都跑地主头 农民没地 社会财富不均吗 太平天国 给他解决了很大程度 怎么着呢 打死打跑了 无数的地主 农民有地了 对清朝来说 你这多好 社会问题 帮他解决了 我说那家庆道光 让那些探光武力 甚至都可能气死 大家说皇上呢 贪光武力给气死 皇帝能让那些贪光武力气死 我跟你讲 嘉庆晚年的 最后的那一年 最后的时光中 嘉庆那一年 踏上多少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嘉庆晚年的 最后的那一年 最后的时光中 嘉庆那一年 踏上多少事 晚上 晚上这次紫禁城 已经关门了 太监到处去检查 结果在宫里 发现了一个老百姓 呼啰喇叉的 迷路了 太监把这人给抓起来 一问 原来说进京 上访的 上访的 这把嘉庆气过这样 都不是说老百姓上访 他气什么 怎么就跑我家里来了 把紫禁城 看门的人给我叫来 说怎么放进来的 不到 知道我们不能让进 你都放进来 什么人 你自己说 你数 放进来 推销化妆品的 放进来刺客 放进来 观光的游客 放进来 迷路的精神病人 还放进来小偷 因为大臣上朝 回家才发现 这兜给嘎了 一个大口子 在宫里嘎的 最后也不知道 谁给嘎的 这今儿你又 放进来个上访的 你能不能看中门 你能不能看中门 能不能 他不自身 最后把这个人 罚奉一年 罚奉一年 过了三天 你清朝皇帝举行 传卢大典 拿现代华船奖 客举考试 干什么呢 发榜了 发榜 发榜皇帝亲临现场 但是呢 这个典礼 皇帝都来了 典礼举行不了 为什么举行不了 状元和炭花没来 就是考第一和考第一 啥家没来 他没来 怎么就不能开典礼呢 因为第一甲 状元榜眼炭花 要出来像皇帝三桂九寇 你说状元榜眼炭花 结果状元没来 炭花没来 你怎么举行 说为什么没来 说我们通知他们 从这个西华门进宫 昨天改了 改上东华门 问题是状元榜眼 可能没记住 早上又跑西华门去了 跑西华门 人家说改了 改东华门了 他们一算 跑到东华门 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就敲门 敲门也不给开 不给开 皇上老说 我们看不住门 今儿我就给你看住一把 我就不给开 就不给开 所以在礼部 说喊不啥 他也不给开门 家庭说 那能不能变通一下 不能变通 我们这是国门 咔的是国门 皇帝老说 我们看不住 今儿给你看住一把 你看 你明白了 这些人他整皇上 他整皇 皇上也没责 说这俩人 就往东华门跑 说一会儿就到了 一会儿就到了 后来皇帝说 哪有皇上 等底下人的道理 后来贾庆火 说典礼取笑 状元榜眼 状元叹花 隔去 隔去 走了 他还没法处分 这个大臣 你确实 你让人好好看门 你第二件 第三件事 我给你举个例子 嘉庆晚年 就最后一年的一天 兵部尚书来找他 一见面就哭了 哎呀 这都哭 嘉庆说你哭什么 你别哭 你好好说 他说我那印 丢了 你说这些当官 他不负责 兵部尚书 最后兵部大印 丢了 丢了说什么 这次不知道 我知道就不能让他丢 不到 你当心 他也没有破诊案子 他贪官无力 他把皇帝气死 他拿他没办法 哎 洪秀全有办法呀 杀 杀 所以你看 励志还竖清了 所以清朝 我跟你讲 他不知道谁绑了谁 那么在1960年代 他走出了衰落的南关 搞了一次 现代化运动 什么呢 洋务运动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 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海军 那么在唐山 中国人拉响了蒸汽机的汽笛 工业文明的象征 火车行驶在古老的中华的大地上 清朝还建立了 那个遍布全国主要城市的电报网络 让千里眼顺丰尔的神话 变成了现实 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洋铁厂 当汉洋的高楼运转的时候 西方人惊呼啊 说这是新一轮的黄昏 说中国可是崛起了 可了不得了 所以清朝啊 由盛转帅 然后又忠兴 又忠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讲什么呢 讲从甲午战 八国联军侵华 清朝陷入又一轮的危机之中 你看这危机匆匆啊 第一轮危机可算是克服过去了 我们搞了现代化运动 国家实力也提高了 但又一轮的危机又降临 晚清是一个内有外患 贫扔的这么一个时代 到了1894年的时候啊 我们中国啊 国内形势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894年的时候 洋文运动的推进 国家的经济基础 国防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人民生活也大体过得去 这一年啊 我们中国要办一件大事 什么事呢 给慈禧太后啊 庆祝六十大寿 这老太后啊 很自负啊 慈禧太后当太后的是多大呢 二十六 二十六 从他老公咸丰帝手里 接手那一片残破的江山 那么经过几十年经营 自己变成六十岁老太太了 那么国家呢 他觉得也非常理想了 所以慈禧太后要搞一次大庆典 大庆典啊 哎呦 这可是普天同庆啊 全年全国各地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年清朝这条船翻船了 翻了 在哪翻的呢 在搭东沟 大家理解了吗 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 大家知道晚清的时候 外患不断 外国列强打上门来啊 十几年 二十年就有一场大战 但是我们 回过头来来冷静地说吧 我感觉晚清这些战争啊 很多都未必就是不可避免的 有两场战争避免不了 非打不可 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你躲不过去 剩下其他战争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不是不能避免 那这个是日本呢 他了不得了 他要称霸世界 称霸世界 他第一个对手 他肯定是亚洲的中国 你不把中国给 给给给给 给打败 他怎么来称霸东亚呢 称霸东亚 完一步一步的来称霸世界 所以日本是打上门来 打上门来了 清政府啊 惨败 惨败 这个甲午战争 对中国的这个刺激太大 我没法 现在时间 我没法讲甲午战争 要讲的话 那能讲好长的 单讲一个甲午战争 也是可以讲的 我感觉啊 甲午战争 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也是一个让中国人 最刻骨铭心的战争 我们败于欧洲人 我们后来还理解 但是呢 我们败于日本 你别忘了 日本是被我们 轻视了一千年的对手啊 我们败于日本人手里 中国人压不下这口气 而且我们还史无前例的 败的这么惨 你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还能还手 还有三月里抗应的胜利吗 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大孤口大劫 中法战争中 还有个真难关大劫 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洋运动 我们建立了海军 建立了陆军 那么我们现代化的部队 拉到朝鲜 结果让被我们轻视了 一千年的日本 打了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封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向日本赔款两一两白银 后来又加了三千万两 二点三一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跟大伙说 就是此前中国历史对外战争的赔款 累积起来都不够赔给日本的一个零头 人家要二点三一两 我们向日本割让了那么多零土 面积当然不是说最大 但是这都是最重要的呀 台湾 台湾多富庶啊 而且台湾战略价值还高 所以中国人呢 在甲午战争当中啊 蒙受了巨大的挫折 这场战争啊 我感觉对清朝的影响可是了不得 就是国家受到了空前的损失 这是一个影响 占一个民族自尊 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祸不单行 第三呢 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怎么分裂呢 光绪跟慈禧互相指责 光绪是皇帝 慈禧是太后 光绪儿子 慈禧是他妈 当然不是亲妈了 不是亲妈了 光绪是皇帝 但是全掌握在他妈手里 在光绪看来都是你的 烂插手 把国家给弄成这样了 慈禧也不服 我烂插手 我要不管他 指不定还出什么大乱子呢 所以他们互相指责 统治集团内部 太分裂了 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 叫家和万事兴了 这话一点不假 一点不假 清朝的垮台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自己之间内耗 谁和谁内耗 光绪跟慈禧内耗 这都是家伍战争给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 另外中国地位一落千丈 中国让日本打败了 这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一个事 中国人压不下这口气 外国人他觉得很奇怪 中国能让日本打败 当然了 家伍战争的十年之后 那么在日俄战争中 当日本人把俄国人也拿下的时候 中国人心里才平衡 我们可算平衡 所以感情俄国也打不过 俄国也打不过 旧日本帝国的陆军 那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支军队 这个军队在世界上很少有对手 我们不了解的 后来我们了解了 这个军队罕见在哪 他是以战死为价值观的一个部队 他不怕死 他不怕死 上了战场 这就跟你玩命 所以俄国人也扛不了 那么日本 就获得了全世界列强的认可 认可什么呢 认可日本也是世界列强 也是世界 那这时候不行 他光打败中国的国际社会 他还不认为日本强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什么呢 恐怕是中国太不扛党了 所以你看 甲骨战争让中国蒙受了这样大的挫折之后 你看第二个问题 不是第二个问题 你看你们学中国经代 是不是紧接着就是瓜疯狂潮 瓜疯狂潮 就帝国主义国家到中国来 来强租 干湾 德国强租 焦州湾 租了99年 1898年租的 他在焦州湾建了一个城市 叫青岛 然后俄国强租旅大 租了25年 这俄国不干的 所以你租给德国99年 怎么租给我就25年 清政府又给他加了一个条件 你可以修条铁路 从哈尔滨修到旅顺 这俄国这才很委屈的答应 实际上咱是朋友 中国之间过去在清朝时候 一直是以朋友的身份来交往的 英国租借了九龙半岛 大鹏碗 拓展了香港的范围 香港是这么大 他又租了这么大 99年到1997年到起 法国租借了广州湾 日本逼迫清政府 承诺福建省不可让 啥意思呢 就是说福建省 你谁也不许给 我现在正消化台湾 现在没胃口 等晚上我腾出胃口来 我再吃 你给我留着 国际列强一拥耳上 来到中国来强租 租了多少口岸 租了多少的港口 我们中国想建设海军 我们都找不到根据地 都找不到根据地 造成了我们巨大的民族危机 大家可能说 清政府把这么多土地 租给列强 那光在家收租 那些钱就太多了 哪有钱 您都大 您都知道 他不像中国支付 一分钱的租金 到1997年 把香港给我们中国 还回来了 那他给我们支付了 一分钱租金 白租 白租 那么 你看 家务战败 把中国推向深渊 接着列强就一拥耳上 来到中国来抢 列强是一个什么心态 列强觉得清朝快完蛋了 快完蛋了 怎么快完蛋了呢 这就是说 你连日本都打不过 你不快完蛋了 他抢倒中人推 他抢在中国这条 清朝这条客船 就要沉默的时候 他能抢多少 抢多少 我打这么个比方 就像一辆卡车 拉一车西瓜 停在路边 谁也不会说 上车上去拿一个西瓜 就走 但是你车要翻了 西瓜咕噜一地呢 那上去 那大伙就去 抱西瓜就跑了 清朝当时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看 甲午战败 把我们推向深渊 列强一拥耳上 把中国人给惹鸡养了 所以你看中国这代史 接着就是什么呢 戊戌变法 接着就是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光绪地去掀起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结果 大家知道实行了103天 103天 103天 史上百日为新 光绪也急了 他即使国家富强 要变法 但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他把这个变法运动推动了 但是这个变法能成吗 103天 你想办一件事 办成了 我都认为你光绪是这个 光绪要办好几百件事 你别说慈禧不让他办 中国几万个地方官也不给你办 再者就想办也办不成 光绪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所以这个一个新政的措施 接一个措施的发布 变不下去了 最后 康尔维 大家知道戊戌变法 不是康尔维唱到 康尔维居然想出个什么办法 那这是咱们老百姓讲的 他想发动政变 把慈禧干掉 其实你把慈禧干掉 你变法也不可能顺利 为什么 一个古老大国的变革 那是个漫长的过程 结果还没把慈禧干掉 让慈禧把他们给干掉了 慈禧发动政变 康尔维跑了 光绪给抓起来了 谭仁彤给压 菜市口给砍了脑袋 你经过戊戌变法之后 光绪跟慈禧 那就是仇敌了 死对头了 就是死对头了 原来是家务之政 后来成政天之政 现在就是 你死我活之政了 你死我活之政了 接着呢 清靠这个危机 可以说达到顶点的 就是什么呢 八国联军侵华 八国联军侵华 慈禧跟光绪翻脸 慈禧跟光绪翻脸 把光绪抓起来了 慈禧想把光绪废掉 但废不掉 为什么废不掉呢 列强不同意 列强干涉清朝的内政 不同意他废 慈禧能不恨外国人吗 另外想把慈禧干掉的那些 维新派梁启曹刊尔维 不都是列强给弄出国外的吗 看看我也跑出去了 梁启曹也跑出去了 谭仁同也可以跑 谭仁同不跑 他不跑 他说我们惹这么场大乱 我们全跑啊 全跑你怎么对得起皇上啊 让天下人怎么看我们呢 所以你们跑吧 你们咱要都在北京等死 咱唯心就没希望了 但是呢 我们要全跑了 那也咱们也没脸见人了 所以你们跑 我在这死 那谭仁同死 但那些人为什么能跑 不都是列强给弄出去的吗 清政府 这个时候慈禧大夫恨极了洋人 他先引渡康雅维 那能引渡回来吗 人家是给他们弄出国外的 他给你引渡 我人家告诉你 说我们国家有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 不引渡 不引渡 慈禧就干朝今没办法 康雅维 梁启曹在海外还不省心 成天发文章骂慈禧 他慈禧恨透了外国人 恨怎么骂呢 慈禧利用义和团 所以义和团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 是慈禧利用他 干什么呢 来灭羊 那么义和团一起来之后 八国联军又来了 来了之后把清朝给他打的首都沦陷 那么慈禧 习次光绪西陶 最后跟人家签订了一个辛丑条约 向这个各国赔款 白银是多少 四亿五千万两 三十九年还清 年习四里 本喜何计将近十亿两 四亿五千万是怎么算的 也没法算 列强说你中国不是四亿五千万人吗 一人给我赔一两 就四点五一两 就这么来的 当然这笔钱清朝也没有全还 因为后来的国际形势一变 很多钱也就不还 然后各国在北京沿线的 占了要地驻军 就是通过军事力量 把你监管起来 把你这个朝廷监管起来 让你怎么着呢 让你服服帖帖的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随时给你拿下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清朝在辛丑条约之后 他就成了洋人的朝廷了 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所以我感觉 我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树立一个观念 就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就是1901年 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就被动摇了 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就被动摇了 一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民的支持 来源于人民的支持 那么中国人民应该说到这儿是对他没有信心了 因为慈禧明确的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民有心人都知道 他对谁呢 对八国联军讲 说量中华之物力 解余果之欢心 慈禧本身是应该被八国联军列为战争罪犯的 为什么八国联军最后谅解他了呢 他第一 怎么着呢 积极赔偿 怎么叫积极赔偿 他就拿中国人民的财力物力 来给帝国主义赔偿 你惹得混 拿中国人民的财力物力去赔偿 再一个呢 毁罪 不断的毁罪 一看他有毁罪表现 并且积极赔偿 另外列强也顾虑 说一旦把慈禧送上法庭 清朝也可能垮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就放了他一毛 那清朝成为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工具 他不能够代表民主的利益 那么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清朝 这场危机他度不过了 那清朝成为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工具 他不能够代表民主的利益 那么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清朝 这场危机他度不过了 他跟中国人民为敌了 中国人民也不再信赖这个政府 好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讲什么呢 讲这么个标题 叫并级乱投医 清统治者启动政治改革 大家知道 清朝条约签订之后 清朝还延续了十年 延续了十年 我说他已经上市合法性了 中国人民已经不支持他了 但是呢 清统治者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 他也想改变王朝的印象 在人民心目中的不好的印象 那么他也想挽救危机 那么清朝啊 最后十年 就是在努力的改革 努力的改革 而且呢 他政治改革和 而且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同步进行 这给王朝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风险 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风险 那清政府的改革 在中国练兵 派留学生 废除科举 改革力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到1906年的时候 到1906年的时候 慈禧干脆宣布 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体制 迈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一大步 那么1908年9月的时候 慈禧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 宣布中国将在九年之后 就是在1917年的时候 实行君主立宪 你看慈禧这个改革力度多大呀 多大呀 他承诺本王朝将采用君主立宪的体制 而且在他死前承诺 他把时间表列出来了 将在九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 我为什么说他步伐大的 大家知道什么叫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 资本主义民主体制 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君主立宪政体 我们东方的日本 我们南边的邻国 柬埔寨 那么欧洲还有很多皇室 那边英国有女皇 就是皇帝还保留着 但是制定宪法 制定宪法 皇帝把自己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 立法权给国会 行政权给内阁 还有司法权给法院 所以君主立宪 就是皇帝把权利分给各个部门 各个部门 然后在宪法的规范的范围内 各个部门运作 各个部门运作 那么国会负责立法 内阁就负责行政 内阁的一把手不叫首相 他们负责国家行政 法院管司法 皇帝管啥 皇帝啥也不管 啥也不管 大家说啥也不管 还养他干什么呀 有用 那是国家的精神领袖 国家的偶像 民族团结的象征 我感觉中国当时 按照清朝的规划 实行君主立宪的话 养一个皇帝也有好处 至少中国很多民族问题 就好处理 你比如满族问题 蒙古族问题 他好处理 当时的世界上 君主立宪有两种 一种呢 是像英国那样君主立宪 叫虚君制 虚也就空虚的虚 君是君主的君 虚君制的君主立宪 皇帝 纯属偶像 还有一种体字 是二元制 就像日本 像德国 尤其像德国 皇帝呢 还有一些权 有一些什么权呢 行政权 但是呢 也被内阁分去了不少 但他多少 还有一点 就是说 慈禧想采用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 我跟大伙说 你别看还保留皇帝 他是民主的体制 在阶级属性上 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法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英国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 那你能说 英国的民主程度比美国低吗 你能说 日本的民主程度比美国低吗 你不能这样说 他们是一个城市的体制 你别看有皇帝 那国民详宋的民主代理 跟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民主体制 那问题就出来了 既然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民主体制 那中国的专制统治者 慈禧太后 怎么会采纳这种体制呢 慈禧怎么会采纳这种体制 这不奇了怪了吗 我想啊 这种体制进入了慈禧的法养 这个因素应该有两个 一个呢 这个时候慈禧有点病急烂头乙 他知道国家不行了 王朝不行了 他也着急赶紧想办法让国家富强起来 所以呢 心态不正常 各种方案呢 都不惜一事 他是这么一种心态 不是一种很平和的心态 再一个呢 他为什么能够采纳这种体制呢 我感觉他不大懂得这种体制 大家知道有个词吧 叫知识给人力量 其实啊 我跟大伙说 真给人力量的是无知 他不懂他胆大 人家跟他说君主立宪 他听的半懂不懂 但有一点他听懂了 说君主立宪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皇位永孤 大家理解了吗 说你要私行君主立宪 你就给风雨飘摇的大清朝的皇位 上一道保险呢 因为皇位就永远就不会被推反了 思习想可也是啊 没听说英国人要反英国女皇啊 没听说日本国民要反日本天皇啊 这对思习来说诱惑很大 当然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日本的人为什么不反天皇 英国人为什么不反女皇呢 是因为他没权呢 他也不治国呀 国家治好跟他没关 治不好跟他也没关 大伙反他干什么呀 他就跟他没关 国家治理不好 大家操了板断去找谁呢 找首相去 我让他下台给他一转头给他拍下去 你还在查还有脸上带 他跟天皇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呢君主立宪 有没有使皇位永固的功能呢 绝对有 但是代价是很大的 什么代价呢 交权 慈禧他光看这一点了 那一点呢 他还不大了解 不大了解 所以慈禧就决定搞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在晚清这个时候 能不能行得通呢 我们今天回过楼来看 我感觉行不通 为啥说行不通呢 第一 他作为一种民主体制 对人民的要求很高 要求人民有相当的学识和智慧和积极性 来参与国家政治 而当时中国人有几个人识字啊 有几个人识字啊 我们搞民主体制 我们这个民众基础就不够 再一个 搞资本主义民主体制 它有一个前提 你国内经济得发展到一定程度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 它很难在一个贫穷的 愚昧的国家建立 我们中国一没有老百姓那个学识的基础 再一个呢 当时的中国经济条件也不是很理想 更关键一点是啥呢 你得让统治者放权 统治者会放权吗 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问题 统治者会放权吗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会放权吗 清朝的政权是哪来的呢 是诺尔哈是皇太极顺治多尔滚 再加上康熙大帝 人家打来的 是世代相传的祖宗的产业 我凭什么给你议会呀 我凭什么给你法院呢 凭什么给你内阁呀 专制统治者 有的时候我们说专制统治者不放权 没有放权的 哪有放权的 那只有被逼不耐 那最后那才可能再分有一点办法 他也不会放权 那大家可能会问 那英国呢 英国不是国王放权 是资产阶级立先派 夺取国家政权之后 人家立了一个皇帝 大伙理解了吗 英国的皇帝 那是资产阶级立的一个傀儡 原来就是老百姓 现在突然说你别当老百姓 你当皇帝吧 他就没权 他心里也是平衡的 他也很高兴 因为原来就是老百姓 现在毕竟还是女皇 人家那个皇帝是立宪派立的 我们中国需要皇帝自觉的把自己全拿出来 可能吗 所以我感觉清朝王国 清朝垮台一个阵子 最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慈禧对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一个启动 一个启动 他也不大懂 他也不大懂 就觉得这玩意好 可以怎么着呢 皇位永固 但是后来慈禧也懂了一些 也懂了一些 那么在1908年 我刚才我不是说吗 1908年他承诺 9年以后中国实行 在1908年做出9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的时候 他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封建社会哪有宪法 慈禧还颁布了一个宪法 叫宪法大港 大港还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宪法 你看看慈禧规定的清朝皇帝能向立宪派交出什么权利 咱先说皇帝的立法权 过去的立法权是皇帝自己手里自己独享的 但是你搞君主立宪立法权得给议会 慈禧对这一点他表示同意立法权给议会 但是这个议会它制定的法律要经过皇帝批准 皇帝不批准你这个法律无效 而且皇帝有什么权呢 有召开议会宣布闭议 有解散国会的权利 你看慈禧教没教权 那等于没教一样嘛 那我们今后搞君主立宪 我们也得有国会 国会想有立法权 好我给你 但是你这个国会制定的法律得我批 我不批你的法律不能生效 而且你跟我较劲 我有权解散国会 在行政权方面应该给内阁 给内阁 行政权方面清朝干脆一点权都没发 他也不嫌累 他还要继续自己干 在司法权方面 应该给法院 清朝皇帝就是强调这样 就是这个宪法大纲规定 他说皇帝总览司法权 委任审判衙门 遵亲定法律来实行审判 你看他放没放权 好像也没太放权 他就有一点 我感觉是个进步 他说什么呢 就是皇帝要尊重法律 皇帝不能够通过招令 来随便改变法律 我感觉这一点是一个进步 过去皇帝他有司法权 他审判很随意的 尤其雍正皇帝那个时候 想怎么弄怎么弄 很随意的 那么这回强调法律神圣 不能够通过招令来随便改 那么这么来看 清朝皇帝基本没放什么权 没放什么权 你们看不到PPT 我能看到 这就可能影响一下效果 实际后来 他也没有掩饰 没有掩饰 他这个不放权这一点 他明确的说 我们搞君主立宪 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叫大权统于朝廷 树正公诸舆论 就是这么一个原则 就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 权我不放 我放什么呢 放舆论 放舆论 就是你们可以参诚于政 可以批评政府 给政府提意见 听不听的在我 权肯定不放 所以你也别说 吃喜骗谁 人家也没骗 后来弄明白了 人干脆就说 说的很透彻 大权统于朝廷 树正公诸舆论 老百姓可以 建言献策了 可以办报纸来 监督政府 这都可以 但是全在我这 尽管如此 当时中国有一个 了不起的大神 叫张自动 还是不同意 在中国搞君主立宪 他告诉此起 他说你一旦搞君主立宪 将来可能收拾不了 为啥呢 张自动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国际一事而难收 民气一众而难敬 你把老百姓 这舆论一放开 你想收 你可收不回来 国家的秩序 你一放开 你再想拢回来 也很难很难 但是实习也没责 你君无戏言 你答应人家 搞君主立宪 那就搞呗 搞呗 我感觉清朝 启动这个君主立宪的方案 是他垮台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原因 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 清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四个问题 我讲一下 窄风的实册 窄风的实册 之后他就去世了 中年74岁 74岁 在他死的前一天 光绪皇帝也死掉了 死掉了之后 慈禧生命中还有20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20个小时之内 慈禧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决策 就是由溥仪做皇帝 大家发现清朝这个王朝有意思吧 小皇帝特别多 小皇帝特别多 入关以后 十个皇帝里有五个小皇帝 一个比一个小 大家说顺治小皇帝 康熙小皇帝 同志光绪宣统都是小皇帝 最小的皇帝就是溥仪 不到三岁 不到三岁 他是1905年正月生的 正月生的 这个时候 还魅满 魅满 也就是三岁吧 他不可能治过 慈禧选谁呢 选溥仪的爸爸 宰峰做摄政王 来替儿子行使皇权 那么然后呢 慈禧就去世了 就去世了 摄政王宰峰就成了中国的 名义上 中国的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了 但是宰峰啊 面临的形势太下恶了 太险了 怎么说太险了呢 王朝到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的命悬一线 风雨飘摇了 而且宰峰本人呢 又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贵族啊 什么是贵族啊 溥仪先生 瓦年他说 他是贵族 就是废物 就是废物 这个时候 宰峰才年仅26岁 作为一个大国的元首 他一没自力 二没手段 谁听你的呀 谁听你的呀 这个时候国内可是乱成了一锅粽 立宪派要求赶紧立宪 什么时候立宪 慈禧不说九年吧 立宪派说晚了 那宰峰说那啥是快 他说你立马就就立宪 我感觉立宪派的要求啊 也过客呀 其实慈禧那个九年已经不短了 你想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把这个专制体制转变成民主的体制 你就九十年 他也未必就算长啊 慈禧弄了九年已经很快了 立宪派要给你立即实行 立宪派为什么立即实行呢 他是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 认为在中国呀 他认为我们中国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呀 这老百姓就像被赶进屠宰厂的猪洋一样 啊 没有指望了 所以呢 他希望立马通过立宪 把皇族的权利拿回来 我自己挽救自己的命运 所以他要求立马就立先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请愿 给宰派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遍及全国的大请愿呢 有的要到北京干什么 自焚 有的到北京干什么 有的干脆把手指都剁下来一起 然后写学术 到北京去绝食 哎呦 这北京可热闹了 宰派没办法 最后缩短了 说这样吧 说五年吧 五年吧 立宪派还不干 还不干 要就立即召开 召开国会 成立责任内阁 实行君主立宪 宰派让步 让到五年 再宰派不可能让步了 立宪派还不满意 还不满意 另外这个时候 孙中山号召推翻清朝 号召推翻清朝 孙中山我们没大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条线 实际上还是讲清朝这一条线 孙中山这个时候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起义 在海外华侨当中扩展自己的势力 然后号召大家干脆就不要对清朝寄予任何希望 那么发动起义 另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 斗争激烈 载风一上台就决定清算袁世凯 清算袁世凯 为什么要清算袁世凯呢 因为袁世凯这个人在晚清的时候掌握了大量的权力 掌握了大量权力 中国北方的军权 载风实际上买通了很多满满满足的贵族 那么对国家最高权力构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载风要清算袁世凯 载风这个人清算袁世凯的族意是很强烈的 最后达成妥协 让袁世凯撤职回甲 本来载风想杀掉他的 最后改成放虎归伞 放虎归伞 我感觉载风在风雨飘摇的这个境地里 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实测 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我感觉载风在风雨飘摇的这个境地里 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实测 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做出了哪些实测呢 第一 皇族极权 您发现当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吧 这立宪派到北京请愿 市委要什么呢 要求你赶紧君主立宪 也就是说立宪派急于夺权 在现实当中啊 这种激化矛盾的办法 往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你越要我越不给 你越要我越不给 宰封干脆干什么呢 集权 怎么集权呢 溥仪先生晚年回忆 他说我爸集权 先抓军权 军权呢 他说都集到自己家里 他任海陆军大元帅 然后他一个弟弟管海军 一个弟弟管陆军 要不然 溥仪怎么说 他说我爸把军权都集中到自己家里 然后呢 在国家各个部门都安排满族的贵族 这么一整啊 反倒把自己闹孤立了 他以为全都在自己手里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个权力 放到你的手里 你宰封能不能用 那都大成疑问了 一旦出了事 你想调兵 你别看你是海陆军大元帅啊 人不听你的呀 底下人不听你的呀 我多次到北京紫禁城里面去 我最近几年没去 我去了之后 我看到皇帝那个宝座啊 我从来没有一种愿望 想上去坐一坐 看什么感受 为什么呢 你让我坐我都不敢坐 你想坐到这个位置的人 你得有资力 得有手段啊 得让大伙扶你 那是打出来的 你要是没资力 没手段坐上去 那不 那是 那不早死吗 那多危险啊 说不定就让人给低落下去 那就给判了 那就发动政变 就给收拾 宰封就是既没资力 又没有手段 但是他又不放权 又不放权 这个人也非常年轻 也没什么阅历 实行皇族集权 可倒是把全都拿到手了 但是说实在话 拿到手他也用不了 反倒把大伙都惹火了 谁惹火了 连那些汉族官僚都不干 说那你们自己干吧 没见你们这么弄的 全都弄你们家去了 第二 皇族内阁 这是宰封的一个失策 立宪不是 得有内阁吗 我们中国原来有内阁 但那个内阁 跟立宪的内阁 他名一样 但是什么不一样呢 人不一样 资本主义的内阁 是资本主义内阁 我们中国的内阁 那是古代的皇帝 辅导几乎 这两回事 就是过去搞君主立宪 你必须得成立一个责任内阁 那么宰封不是同意吗 五年实行吗 在这个实行军组立宪之前 先建立内阁 宰封在191年5月 就把内阁建起来 这个皇族内阁 可是把立宪派惹火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内阁一共13人 13人呢 13人那不是单数 内阁你必须得是单数 不能双数嘛 13个国务大臣里边 满足八人 满国务贵一人 满国务跟满足 那关系好得不得了 汉族才四个人 大家说这不对啊 说乾隆皇帝那时候 官僚体制的分配 叫满汉各半 这乾隆都死了一百来年 都搞立宪了 我们像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我跟他接轨了 你接轨你满足干了八个 满足一个 汉族才整了四个 你还不如不搞呢 而且满足八人里边 那皇族是五个人 所以你皇帝 你成立的这个内阁 就是说我把权力交给内阁 实际上他经常还不想交 尽管不想交 结果他还弄了一个 全是自己人的内阁 立宪派就感觉怎么的呢 感觉自己被耍了 被耍了 我们争立宪争了这么多年 到北京还绝食 还剁手指头 还要自焚 结果让人给耍了 你不整立宪 那还满汉不个半 你一整立宪 全人家的 所以全国立宪派 一下子就火了 一下子就火了 那么 再封的第三个事实 就是铁路国有 今天内阁成立了 一看是皇族内阁 把立宪派惹得群情几分 这就觉得自己就没法做人了 要跟朝廷玩命了 结果第二天 就这个内阁 制定了一个政策 叫铁路国有 这一下子就等于把资产阶级 给推上绝路了 什么叫铁路国有 就是中国的铁路 都一律收回大清朝 由大清朝来建 大家说这也很正常 铁路这个投资很大 也是个技术性的行业 国家国有 没有什么不对的 但问题是 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 有一个印象 什么印象 你清朝卖国 你清朝修铁路 你清朝哪有钱修铁路 一没技术二没钱 清朝怎么修铁路呢 他到国际上招标 我要修一条铁路 东北不用修了 都让俄国日本给分了 你关那要修一条铁路 你比如说汉口修到广州 汉口修到广州 到国际上招标 国际列强都想来给你修 就是国际列强 那边英国人中标了 他掏钱 他出技术 给你把这条铁路修好之后 然后他无偿的经营20年 这条铁路就是他的 20年期满之后 这个铁路就全部转让给中国 包括车站 包括附属设施 包括所有的管理体制 全给中国 到20年之内是英国的 清政府就采取这个办法来修铁路 这个办法修铁路行不行的 我感觉也是个办法 可是当时中国人就认为清朝卖国 是不是卖国 也是卖国 所以中国人就不让你铁路国有 中国人要干什么 要自己修铁路 所以成立了好几个铁路公司 清政府还给这些公司都给注册了 就民办的铁路公司 民办铁路公司注册了好几个 那么他们自己修铁路 自己募集资金来修铁路 自己修铁路 一枚之间二枚技术 这个公司也办的是举步为减 清政府现在火了 是告诉铁路国有 铁路国有 中国人认为他卖国 在这我铁路公司 已经运作了好几年了 我合法注册的公司 你给我一笔勾销 你政府不违法吗 你守不守法呀 你政府 什么法不法 清政府不跟他讲法 还有我运作了好几年 我这个资金已经投了这么多 那你政府怎么给我补偿 清政府说咋补偿 他说我还本不复锡 你说这蛮不蛮横 还本不复锡 你凭什么不复锡 其实这种方案还是不错的 全国各地出台了几个补偿方案 有的一不还本 二不复锡 给你股票 你清政府那个股票 成天在这套的一天一个低点 一天一个低点 你这不等于说把大伙钱给弄去了吗 所以立宪派要搞立宪 结果你宰封整出个皇珠内阁 已经把立宪派给闪了一下子了 结果皇珠内阁又整出了个铁路国有 资产阶级就火了 资产阶级怎么办呢 资产阶级毕竟他手里边有钱有势力 尤其是南方向四川那些铁路公司 他可以找自己的员工啊 所以你们都不用上班 你们全到政府门前去请一万我给你积按出情给你们算啊 于是搞保路运动 从前到这个省政府门前去干什么去去去到那去静坐去啊 坐了好多天 结果干出一个什么事情呢 成都去啊 这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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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政府 在城天门口一堆人在那要求这个请愿要要要要要要保路啊 保住他们的铁路啊 四川省政府就找人呃 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人 大家说清朝走到这一步 是不是就彻底的应了那句老话叫官逼民法了 官逼民法了 是吧 于是四川人民就起义 起义清政府也不怕 载方是海陆军大元帅啊 啊啊啊啊 那个六地是管海军的 海军不用 到四川还用海军吗 七地管陆军的 镇压你 于是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啊 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那么下面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五畅起义 就回到了开头 我说了这么句话吧 我说啥呢 我说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滑变 就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动摇 那可能吗 其实王朝崩溃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自己走出来的 四川保路遭到镇压 那么四川人民官逼民反起来 造反 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那么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湖北新军呢 当时以武汉为中心 武汉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大城市 现在不行了 当时可了不得湖北的现代化建设 走在全国的前列 那么知识青年也多 新军就是新建陆军啊 那里面很多的革命者 很多的革命者 就是在1911年的四月的时候 通盟会就已经酝酿 要在哪呢 要在湖北搞一次起义 要在湖北搞一次起义 那么九月份的时候 上海的通盟会的领导来到了湖北 找到了湖北的革命团体 两个团体 一个叫文学社 一个叫共建会 那么就跟他们开会 开会选出了总指会 选出了叉谋长 确定了起义时间 起义时间是1911年的10月6号 起义 后来说准备不及时 改成了1911年的10月11号 后来呢 说还是来不及 说后来又往后推了几天 大概是1911年10月15号 但是呢 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七小事 就是1911年的10月9号这一天 在汉口的俄国诸界里边 这革命党制造炸弹 你起义 你不得有家伙事吗 制造炸弹 结果呢 在制造炸弹的时候 把炸弹给弄响了 弄响了之后呢 这革命党就受伤了 这炸弹威力也不大 我的脑子都跑了 干什么上医院去治去 然后俄国的警察就来了 来了之后一看呢 现场一片狼藉 俄国警察收出了什么呢 起义 起义组织的名册 俄国人说 这个玩意也没啥大用 给清政府送去吧 清政府如获至宝 就把什么呢 武昌城盟给关了 关了之后 他不有名册吗 按名册逮捕革命党 真抓了一些人 而且还杀了一些人 杀了一些 你看这次起义 即将胎死浮重吧 是吧 领导人跑了 或者被抓了 机关被破获了 起义的动向已经暴露了 已经暴露了 是吧 他还有希望吗 谁也没想到 就是在10月10日的这一天 1911年10月10日的这一天 那么晚上出事了 这个时候啊 湖北的新军就即将被调到四川去镇压 人民起义了 他们要开手了 新军里面有很多革命者 有很多革命者 那么这些革命者 他们知道起义的计划 他也知道 起义机关被破获了 那么知道清政府正在抓人 知道自己明天 后天可能就开走了 开到四川去镇压了 所以这些新军里面的革命者们 他们的情绪可想而知了 可想而知了 晚上7点已经吹西灯号了 但是这些人能睡着吗 能睡着吗 清朝的一个排长 拿着手电筒就开始插布 为什么呢 吹西灯号了 看看大伙睡没睡 但是7点就睡 过去睡得早 结果走到一个营房里 发现士兵都在那 坐 都坐 连这排长就说 你们为什么不睡觉 让排长下不来台 是谁不理的 为什么不睡觉 更下不来台 因为大伙还不理 于是排长突然又发现了个什么问题 说有的士兵还抱着枪 排长说你们为什么抱着枪 把枪都给我架到架上 把枪架到枪架上去 士兵还不理他 不理他你就走呗 他不走 他拿着棍子就指着其中的一个士兵 不是大伙都不理他吗 原来是没有单点的 这回是单点了 就说你呢 说你把枪给我架上 这士兵依然不理他 不理你就走吧 他居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想造反吗 排长急了 这下士兵站起来说 说反就反了吧 于是呢把这个大枪顺起来 扣动了扳机 武昌起义 爆发了 爆发了 那啊 枪声一响啊 这个士兵们这就全都站起来了 排长跑 这一项啊 这个士兵还是没有想把他打中 把排长打死 所以这排长就跑 士兵在后边就嘴 结果营长出来了 这个牌长是历史上最倒明媚的一个牌长 营长出来感觉这是士兵造反 领头的是牌长 所以这个营长掏着枪 就把排长给毙了 毙了之后 然后告诉大伙 说这个手范已经击毙 说你们要要遵纪守法 造反是要杀头的 结果讲一讲发现不对劲啊 这些人他都是造反的 另外这个士兵越聚越多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枪声一响 士兵冲出营房之后啊 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 这个时候站出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班长 叫熊炳坤啊 叫熊炳坤 那么他号召大家 说我们都要镇定 要组织起来 你们都听我的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是储望台军械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枪枪堂里面没有几发子弹 我们要打开军械库 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一幕 熊炳坤挥舞着大斗 这些士兵里面拎着步枪向前冲 这一幕就刻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那么在1961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 那个时候辛亥革命50周年的时候 辛亥老人还都活着 熊炳坤80多岁的来到了会场 他是什么人物呢 孙中山说他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人 熊炳坤一直讲 说第一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不是我打的 是那个士兵打的 但是呢 后来大伙说你是打响第一枪的第一人 他说我们这第一枪啊 不是 不是指那个真正的那一枪 是指这个 首先出来 站出来领着士兵去冲锋的人 说你也算是第一人 熊炳坤来到了会场 那么周来还领来了另外一位客人 爱心觉罗 溥仪先生也来到了辛亥革命的现场 那么介绍给熊炳坤 溥仪向熊炳坤呢 表示了感谢 说你在地乡啊 就把我打醒了 让我们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熊炳坤还挺不好意思 说不好意思 说我是乱民 乱民 然后溥仪跟他热烈的拥抱啊 留下了这么一个照片啊 我们这个这个客戒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么一个群龙无首的军队的滑边 成了 第二天就占领了武昌 这个时候湖北的立宪派这些人 有钱 有势力 有号召力 有影响力 他们站到了革命党这一边 他们对清朝失望了 他们找到了这些军人们 军人们都二十多岁啊 他们扎领武昌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立宪派给他们出主意 说你们怎么着呢 要通电全国 宣布武汉光复 号召各省响应 奠请中国同盟会总理 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 于是这些士兵们就一一造反 那么孙中山有一句话 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么 这是孙中山也说过 毛泽东也说过 谁是先说的呢 那不用说 那肯定孙中山 因为孙中山比毛泽子还大一辈 那么中国这个形势 已经形成了 这个形势在很大程度上 是窄风 是十几代后窄风 他们的私策造成的 所以古人说的话 我感觉都有道理 古人说过什么话 他说 国必自罚 而后人罚之 人必自辱 而后人辱之 当年大清朝得了太平天国的利益 那么今天最帮孙中山的是谁 就是这个窄风这些人 就是窄风这些人 他们的倒行逆思 证明了孙中山革命的正确 孙中山在哪 在美国呢 孙中山根本不知道 五昌起义的爆发的消息 他很多天之后才知道 所以五昌起义 一下子在全国 就点燃了反兴的火焰 那么就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全国各地的响应 所以我们最后 讲这个第五个问题 叫决利辛亥年 皇室的选择 皇室的选择 皇室这个时候 就面临灭顶之斋了 中国各个省纷纷独立 纷纷独立 你比如山西 山西的革命党 在延西山起义了 然后把这群府都打跑了 然后宣布山西省光复 然后在江苏省 干脆江苏省 江苏的这些地方官 清朝的地方官 干脆就起义了 就起义 昨天还清朝的官呢 今天把变的意见 我成革命党了 中国各个省纷纷独立 纷纷独立 你比如山西 山西的革命党 在延西山起义了 然后把这群府都打跑了 然后宣布山西省光复 然后在江苏省 干脆江苏省 江苏的这些地方官 清朝的地方官 干脆就起义了 就起义 昨天还清朝的官呢 今天把变的意见 我成革命党了 成革命党了 那么在清政府 在迅速的崩溃啊 国际社会都引起了 重视了 什么重视了呢 说我们欧洲国家革命的时候啊 救势力都纷纷流亡国外 说中国革命的时候啊 他们的救势力都纷纷 跑到革命里边去了 这清政府在迅速的在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 旧官僚纷纷的背叛朝廷 背叛朝廷 这个事怎么办 满族的贵族们 就找到了宰峰 说你赶紧启用袁世凯 宰峰说 那我启用袁世凯 那不引狼入室吗 这些满洲的贵族们 谁呢 就一扛这些人 拍着胸脯的保证 袁世凯肯定效忠皇室 宰峰还不信 但是没办法呀 这个时候宰峰已经掉水里了 他在扑上呢 抓稻草都是救命圈的 所以最后宰峰就同意了 任命袁世凯为什么呢 胡广总督 扶着镇压这次起义 但袁世凯不干 袁世凯说我身体不行 身体不行 啥身体不行 说我脚有病 没好 这正好是当年宰峰 测他值的一个理由 说袁世凯脚有病 上朝一拳一拐的 下跪也下不了 跪不了 所以宰峰说 袁世凯说我脚还没好呢 其实这个时候 开始讨价还价了 袁世凯呢 一方面跟宰峰讨价还价 另一方面告诉 开往前线的清军 尤其是北洋的部队 告诉你们 谁也不要把革命党给镇压了 镇压了完了之后 宰峰就不打理我了 你们不要镇压他 不要镇压他 你们就在那儿 把部队开到前线之后 你就按兵不动就行了 然后跟袁世凯 袁世凯跟宰峰讨价还钱 这个时候革命火焰在蔓延 在蔓延 那么中国各个省份 陆陆续续的在独立 那么帝国主义列强 不断的把军舰往中国开 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市场 你市场乱套了 这外国人的买卖怎么做 这个时候真是能有外患 最后宰峰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在1911年的11月1日 做出了他最大的让步 就是宰峰不可能再让步了 宰峰做到什么让步呢 就是宣布解散皇主内阁 然后在中国实行 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皇帝不过问国政 那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大家明白了 宰峰已经让他极限了 他把康谦大帝的权力 全都给内阁了 就是我们中国实行英国的立宪 而且任命中国第一任 内阁总理就是袁世凯 也就意味着袁世凯 掌握了清朝的所有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袁世凯也不可能再讨价还价了 因为宰峰把牌全出完了 你同不同意 那只能同意了 于是袁世凯到北京走马上任 他命令北洋军进军 把汉洋给我拿起来 显示他袁世凯的威力 然后来到北京之后 逼迫宰峰退位 宰峰先是放火归散 今儿是引狼入尸 第一个苦果 他先退下去了 从此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宰峰在1950年病逝于北京 宰峰这个人其实还是个老实人 还是个老实人 但是一没眼光 二没手段 我们看看宰峰的亲人们的回忆 你看他儿子溥仪对他的回忆 看他儿子溥洁对他的回忆 看他弟弟载套对他的回忆 字里行见那个对他爸爸 对他哥哥那种不屑一顾 就是那个人太弱 太弱吧 他也还没眼光 但是做人这个人 确实还是比较厚道的一个人 公认的宰峰 这个人还是比较厚的 也比较老实 比较窝囊的一个人 我看溥仪回忆说 他爸爸小的时候净爱起伏 爱谁起伏 宰峰是哥 爱他那些弟弟们起伏 宰峰回忆 他说我爸有一天 让他的那些弟弟给来了一顿群偶 给打掉了一颗牙 打掉一颗牙 宰峰就坐地下哭 哭完了 这大人过来说 你哭什么 你疼吗 他说我疼到还是不疼 但是牙掉了 我怎么吃饭呢 完了又哭了 你看宰峰这人心上挺重 完了最后大人哄他 说你不吃饭呢 你就赶上吃面吧 这是溥仪这个回忆论里边写的 宰峰最后就不苦了 觉得吃面也可以接受 就这么个人 那么袁世凯上台之后 第一让宰峰教授权力 第二 袁世凯跟孙中山一合 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国了 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就任临时大总统 但孙中山没有力量 袁世凯有力量 于是袁世凯跟孙中山达成了一致 什么一致呢 就是双方做了一个分工 由袁世凯出面 把清朝给他整黄 然后孙中山答应 我把我这临时大总统让给你 这是这么个分工 那么在1912年的1月16日 袁世凯向谁呢 向龙玉太后摊牌 龙玉太后是光绪帝的一个老伴 光绪的皇后 这个人挺窝囊的一个人 要不然慈禧死的时候 放着县城的垂帘厅上 不用用宰峰设政 宰峰就够弱的 据宰峰的弟弟宰涛讲 他说龙玉还不如我哥呢 说龙玉更不行 龙玉一事就知道哭 就知道哭 这时候怎么哭呢 你看宰峰已经被开回家了 龙玉成天就哭 哭啥呢 哭自己怎么就没跟光绪一起走 跟光绪走不去降服了 这个时候可是都挤兑他一个人了 袁世凯就跟他说 说我作为内阁总理 那么对不起皇室 我担负不起保卫皇室的责任了 那么我已经跟南边谈妥了 请皇室交出国家政权 然后我们给皇室以优待 那么只能就这样做了 袁世凯还哭 一边哭一边说 龙玉也哭 就谁没哭呢 溥仪没哭 溥仪晚年他回忆 他说就当时他的感受 这时候他才六岁 不到五岁多吧 六岁 溥仪说我当时的感受 就是说为什么两个大人哭呢 溥仪的感受 应该我们小孩哭才对呀 那两个大人哭 一个胖老头在那哭 哭的凑凑哒哒哒的 再个龙玉在那哭 这袁世凯也着急 我跟你谈事 你哭什么 袁世凯哭是故作姿态啊 你龙玉哭那是真哭 说你别哭 袁世凯还有话呢 什么话呢 就是说请龙玉皇头啊 回去看看法国革命史 看法国革命史干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路易皇室啊 法国那路易十四啊 他如果能够顺从人民的意愿呢 他就不会被杀掉 你说袁世凯这句话说了 说得多狠啊 所以龙玉放声大哭 龙玉怎么办呢 龙玉就召集皇室会议 召集皇室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皇室的贵族们呢 普遍是一个两难没有一个人愿意交出政权 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向路易十四呢 要上断头台 那么大家是既不甘心交出政权 又无力抵抗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皇室里边有一个扇齐的亲王 扇齐这个人呢 大家可能知道的少 他提出个方案 说把朝廷迁回东北 在东北发展 然后呢 寻找机会再次入中原 拖一步说 既是无稽可胜 做一个东北地方政权的首领 也比受中华民国优待强 但是他这个方案 实施起来也有难度 扇齐说难度未必很大 他说我们北方啊 就是北京的警察全是满族人 他说禁卫军呢 中下级军官也都是满族人 能够保卫皇室撤离北京 另外说东北啊 现在还没独立 东北的总督叫赵尔逊 他是属于皇室的 掌握奉天军权的张德林 出身虽然比较卑贱 但这人知道中啊 对皇室也没问题 另外东北是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国家都是君主的国家 都是君主的国家 他们对大清朝感觉 好像我们毕竟都是君主制的国家 所以应该能够在东北立足 但是呢 这个时候大多数皇室啊 还是下不了决心 为啥呢 我跟大家讲啊 清朝这个满族入关呢 二百多年 这些贵族们 当年都是 威风拔灭的 横扫万里的那些将军 但他们的后代都很弱很弱了 我感觉他们 第一舍不得在北京的财产 第二舍不得 冒这个险 所以大家都不表态 在这种情况下 袁世凯采取了两手 第一个是暗赏 暗赏 那么使用维护皇室的人 你比如梁碧就被杀死了 再一个袁世凯 让北洋军通电朝廷 干什么呢 要发动军事政变 你发动军事政变 怎么还告知朝廷呢 你应该偷偷进行 一下把政变搞成了才行啊 不 告诉朝廷 说我们马上就要从武汉前线坐火车 回北京了 干什么呢 要找王公大臣去抛臣利害 说你们阻挠共和 让国家没法实现和平 实际上就是吓唬人 袁世凯呀 给北洋军写了一个通电 然后发电报 发给前线的段祺瑞 段祺瑞一个阵没改 直接又发给北京的朝廷 就是他们要发动政变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清皇室就是彻底的没责了 彻底的没责了 死硬维护皇室的善旗 这些人 他们自己就跑了 自己就跑了 善旗怎么跑到东北的 是日本军阀把他给护送到东北的 到了东北的话 善旗 到了旅顺的时候 他跟日本人讲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这一条命 战斥我这些儿女吗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他说我孩子多 善旗有二多个孩子 跟着日本人说 叫川岛浪树 说你挑一个孩子 我给你个孩子 我什么没有了 我就跑出一条命来 于是川岛浪树 不就把他一个闺女给挑去了 他闺女名气大 比善旗名气大 一说大伙都知道 取名叫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在四五年 抗战胜利之后 被当着汉奸枪毙掉了 川岛方子这个人 我感觉他可能拥有日本国记忆 那么在1912年的2月12日 即将过年了 腊月底的这么几天 那么龙玉皇太后 在这个袁世凯的压力之下 袁世凯给他送来了 退位招书 请他盖音 龙玉皇帝放声大哭 一边哭一边喊 说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祖宗 然后在退位招书上 盖上了皇帝的玉玺 那么这个招书说得非常漂亮 他们表示他们不为了皇室 一家一姓的尊荣 而与人民为敌 将遵循中国圣贤的训会 向人民交出政权 于是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 终结了 那么我感觉清朝王国 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它不是像明朝那样 被人家推翻了 被人家灭掉了 它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就是我交出政权 我结束统治 那么上午八点多钟 龙玉皇太后给盖的印 盖完印之后 太监就给他扶走了 因为他还要接着哭啊 那么这个丧玉呢 这个招书就生效了 生效之后呢 快中午的时候 中华民国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关于大清皇帝 辞位之后 优待之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龙玉皇太后 放弃政权的代价 第一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 尊号仍存不废 中华民国以代 和外国君主之力相待 就是说溥仪还是皇帝 龙玉希望中华民国 做一个承诺 做个什么承诺 说大清皇帝代代相传 袁世凯没答应 没答应 但是呢 同意溥仪的尊号 还终身保留 看来说溥仪 虽然溥仪生命的结束呢 清朝这皇帝可能就结束了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 税用四百万两 由中华民国不用 就是一年给清皇室给四百万两 据溥仪先生回忆说 中华民国一年都没给过他 从来没给过 没给也没事 为啥没事呢 溥仪他住在紫禁城 他这里边他是世界级的文化宝库 他卖 卖 谁让你不给我 而且他还挺会给中华民国难堪的 他要卖之家先声明 怎么卖呢 他找外国银行去贷款 但是贷款得抵押 抵押没事 让外国银行到宫里来挑 挑完了之后 溥仪内务府发表个声明 说因为中华民国不给我 咱多钱 咱活不下去了 咱得卖 咱不卖 咱借钱 那么中华民国啥时候给我钱 我啥时候就还银行的贷款 然后银行把底牙物给我 这也是很正常 那么事实上中华民国肯定不能给他钱 他肯定也就没钱还 那么贷款期满呢 这个抵押物就归银行 然后贷款就勾销 不存在 第三 展居宫进 日后移居义和园 展居到什么时候 没说 没说 到溥仪在宫里边 住到1924年 11月5日 被冯玉祥派人给撵出去了 撵出去了 撵出去上哪去呢 冯玉祥讲话说 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中华民国一个普通的国民了 你可以自由选择住去 溥仪说上哪去选 你找房那么容易 最后让郑向迅那些人 给领到日本的公事馆去 就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了 我感觉溥仪啊 那个时候啊 才多大 才19岁 还是个大孩子呢 大小子呢 让这些人就可以领日本公事馆 你进了日本公事馆还能出来啊 日本人能放开啊 日本人要利用他 第四 宗庙灵寝永远奉赐 由中华民国着色卫兵 妥善保护 这个程度到1928年 被政府军孙天英先生给 给破坏了 就是孙天英先生 他挖掘了乾隆和慈禧的灵 慈禧的灵 第五 大清皇帝 原有之 私产 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公产归中华民国所有 但是这个条条他说完了之后 没有落实哪些属于是溥仪的私杀 哪些是政府的公产 所以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沈阳故宫算谁的 避暑三庄算谁的 你都没界定什么是公产 什么是私杀 反正1924年把溥仪给撵出来之后 溥仪啥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溥仪自己回忆 他说连这饭碗没有带出来 啥也没有了 清朝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我感觉这个观点 我们应该接受 什么呢 就是清帝殉位 殉位 导致政权得以和平交接 早日结束战争状态 避免国家分裂 而中华民国的建立 打击了封建势力 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 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感觉清朝皇帝训位 虽然是无奈之举 但仍不视为值得尊敬的选择 所以去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 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到了 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 我们应该对清皇室表达一丝敬意 当然了 他们也是在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 在官方场合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 说谢谢清皇室 他们也是卑鄙无奈 但他们毕竟没有鱼丝网破呀 那鱼丝网破的代价也是 很难承受的 他如果要是真跟你鱼丝网破的话 可能我们国家会分裂 可能会分裂 他毕竟还是识实物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感觉他训位虽然属于无奈之举 但仍不视为值得尊敬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 你看中国历史上改成幻代之后的 这个清算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但是清朝王国之后 清朝的王公文 他就住在首都的闹市里边 他可以跟往日的臣民和平相处 没见过老百姓 见到他们去扔石头吐口水吧 崽峰那么后来还可以出去 雇个煞轮车 让人给他们视察上去 看一看热闹 看看热闹 老百姓见到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是什么反应呢 据崽峰的儿媳妇 绰号回忆 说北京的老百姓见到窄峰 纷纷给他去看 都是非常客气的 你看中国历史上改成幻代之后 前朝垮台的统治者 还能受到往日臣民的 那种很客气的后代 应该说中国人民 还是还是有良心的 觉得他们 毕竟让出了政权 没有顽抗到底 所以我们不能不实事求是的 对哪怕是一点点 值得肯定的东西 来加以认可而不加抹杀 另外历史已经过去了 我感觉从清朝 训畏的过程中 透露出什么呢 一些值得借鉴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 我感觉一个教训 是清政府啊 对民主运动缺乏诚意 缺乏自觉性和紧迫感 缺乏诚意 缺乏制约性和紧迫感 他们启动了君主立宪 可以说他要是把君主立宪 搞起来之后啊 我们走上中国 走上民主的道路的话 那么对清皇室来说 也真就是能够达到慈禧 当初所希望的那个目的 什么呢 皇位永固 当然了代价是交出皇权 那交出皇权 你毕竟还留个皇位吧 那么你要是有诚意 有紧迫感 真是以极大的诚意 来推行这个东西的话 那中国人民最后还会给皇室 更高的待遇 但是呢 他们觉得又舍不得这个权 又希望皇位永固 又舍不得这个权 那世界上的好事都是你的了 凡事主要有所取舍嘛 所以我感觉缺乏诚意 缺乏自觉性和紧迫感 这是一个教训 这是一个教训 我们大伙今天都知道 有一句话叫舍得知道 叫舍得知道 好的都不想发 都是自己的 那利益越多越好 那你不舍怎么得呀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教训是什么呢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立宪派 他们都有教训 什么呢 他们天真地认为 君主立宪是解决 自身问题的灵丹妙药 要不这样的话 慈禧也不可能启动 那个君主立宪 那么立宪派也不可能 热火朝天的去搞立宪运动 都反映一个问题 他们对中国民主前途的认识 我感觉还是肤浅的 还是肤浅的 民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对清政府的教训是深刻的 他玩民主 最后把自己的政权玩没了 那立先派去争民主 争来争去 王朝垮了 中华民国建立了 历史进步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成功的一面 但中国的民主的前途不也还是很坎坷 中华民国建立了 我们那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你能说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吗 他尽管他叫共和 但他能是民主国家 你要说他是民主国家 就是那中华民国是民主国家 那猪都会笑的 所以中国的民主前途还是很坎坷的 关于民主问题很复杂 教训很深 值得研究 那么我上午就说到这里 说的比较乱比较杂 也有PPT 可能还能调理清楚一点 耽误了大伙时间 仅供大家参考 不认为 我不认为我说的都对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谢谢大家